開場的一個戰術固定 紅隊他們是由三名成員是在側門做預備 這邊是打算要來指衝對方加點 並且由戰士首加游侠來上中 藍隊這邊他們是兩名成員在這邊開點 並且這邊兩個人是在攔截對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這個死靈是被綁在外面 然後他切了一個DS型態 這邊是上點 他們是在打這個紅隊的一個遊俠 欸 抱歉 這是死靈 死靈他現在是來到高台 高台用法杖來對點是要造成傷害 而且這個現在是這個 死靈是遭到集火 死靈跟幻術現在是遭到一個集火的狀況 然後死靈剛剛切了一個DS型態 這邊DS是用光了 所以現在是回復到正常型態 然後交了一個補血 然後放了一個號角 那他現在血量非常少 是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並且他的隊友也是血量都不是很樂觀 這邊救他有可能會被更多的AOE所傷害到 那這個幻術也是快要死去囉 那他補血的來不及交 這邊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對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怎麼講 你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那個死靈的位置 就是他進場以後 然後他在上面放一個蟲 然後碎上去的時候 對 就沒有人上去管他 對 沒有重點就是他一直在上面 鎖掉不會DPS的狀態 這對 藍隊也是火力鳳凰這個人來講 是蠻傷的 放一個死DPS是非常恐怖的狀態 對 尤其他又是職傷的死靈喔 讓他持續輸出 就是對團隊的傷害其實非常大 那火魚鳳凰他們的盜賊剛剛是趁機 偷跑去賣點吧 賣點給開下來了 所以現在其實火魚鳳凰是有兩點的一個狀況 但是他們加點是馬上被開白了 那這邊跟大家講個花絮喔 這個題外的話 就是火魚鳳凰這支隊伍是一個 女子隊 女子公會 他們好像全部都是女生吧 女生玩家 對 那我知道現在已經有很多這個男性 想要加入喔 想要加入他們喔 想要加入他們喔 那大家打完可以跟他們去報名一下 那剛剛那個盜賊是又趁機把KID給開白了喔 所以這個 變成他們也需要抽人回去把這個KID給開回來 但是現在加點是 一個持續被 擊殺的一個狀況喔 然後剛剛TR是 盜賊放了一個Sherry Sherry把他的隊友們救火喔 然後這個 齒琳他剛剛雖然被一個戰騎救起來 但是血量人家不是很樂觀 這邊是又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然後順利也被擦掉了喔 守護也是血量非常少喔 然後他沒有用戰吼消耗他的condition 然後也沒有補血 所以這邊是又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戰士應該也是支撐不了喔 所以這個火雲鳳凰目前是 快要被一個三點的節奏喔 但是他們盜賊是又去趁機把KID給開下來 變成這個幻術在這邊是 受到這個戰士一波急火猛攻喔 用一個大錘刺去對他造成控場 火雲大神啊 你對妹子要多多 讓一下啊 這邊 我覺得讓對手是對對手不尊重 對 就好像我每次跟小空主播這個 PVE喔 這個PK電梯 他每次都讓 你就會讓我不會讓 欸我沒有啊 越來越輕鬆 就是你如果尊重你的對手 你就把他越來跟狗一樣 欸我這樣講話啊 滅的跟 滅成什麼 滅成什麼 有沒有比較好的私利 好算了就是這樣 對那剛剛那個盜賊是 又把這個賣點開成他們顏色的 變成現在是在KID下面做一個會戰 這個幻術剛剛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變成利用一個惡做瞬移 讓他隊友嘗試在救 但是 跟他這個火雲大神的英姿啊 持續對這個 救他的隊友就是 持續控場當中 那Keep上面的情況 則是這個死靈在單挑這個守護 我再等一下放了一個威爾斯 這個守護在那威爾斯 你泡溫泉要 準備要死去喔 他開出了他的無敵 這邊現在血量非常的少喔 那是被一發給打死喔 這個 非常 淒慘 那 火魚鳳凰這邊他們的 Bunker戰士是在這邊手賣點喔 然後這個 遊俠是過來要來跟他單挑 好 可能一時半刻是打不出結果的 所以這個遊俠就選了 那 看一下Henry這邊的狀況 Henry這邊 呃 戰士又在Rolling對手喔 這戰士真的是 現在是非常一個OP的職業喔 因為他變成 護甲高 韌性高 血量高 然後傷害又高 就是俗稱的 四高 四高職業 那這個幻術現在血量非常少 並且補血也是 仍然在死靈當中 這邊可能再解難逃 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那火雲嘗試想用一個惡亂插 但是沒有成功喔 那這邊還是 要把它插掉了 並且這個死靈也是在這邊 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你剛才為什麼叫他活 不是叫他紅隊的戰士 因為 他付我廣告費啊 要我幫他宣傳一下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假的啦 那你應該叫他那個 叫他說 喔 紅隊的戰士 其實我們應該要叫他那個 他們的名字對不對 可是有些我不知道是誰啊 好嗎 好嗎 OK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這個 盜賊小寶 這也是我所認識的玩家喔 啊 Fuck 需要Replay在那邊砍空氣啊 這邊點上這個 有些血量很少的 這邊是脫回戰鬥 那那個倒地也是死在一個 Keep下面 這邊藍隊由於有一個 那個Bunker戰士在這邊首點喔 所以他們至少有一個點的 穩定輸出 的輸出啊 穩定分數進漲 那這邊這個守護被追擊很慘喔 他 招式快開招 這邊 他戰吼始終是 在死前終於是開下來了 但是仍然 難逃一死 然後並且這個盜賊他用了一個 槍武的字盲 順利把它擦掉 換術也是被擊火得非常慘喔 那分數是 已經來到五百分 那我們恭喜這個 TR是拿下的第一神 可以看到這邊兩隊的這個 PVP RANK喔 也是有點差距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PVP跟RANK 這種東西根本 做不得準啦 我覺得這 這只能參考用 因為 之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個 歐美福都會有那個就是 Glory Foaming Room喔 就是那種就是農 農 榮譽的那個房間 然後我曾經看過這個什麼 PVE玩家 不知道這兩個禮拜吧 兩個禮拜從RANK1 變RANK60喔 就是 狂 狂農啊 狂刷啊 他好像是為了要那個 成就點數還是什麼的 對 非常的 非常恐怖喔 這個 根性始祖啊 那這邊是不是有隊伍的那個 呃 不好意思喔 那我們這邊繼續來看一下這個藍隊的build 這個盜賊用的是一個LISA 並且用的是筆 劍筆配上短弓 然後用的是Berserker的一個項鍊 確實的部分這邊是死三死零 三死零 再來看到死零 死零這邊用的是LISA 然後 其實是斧頭號角配上 法杖 然後用的是Berserker的一個項鍊 確實的部分是三死零 零三死零 帶來看幻術 換術這邊是 巨魔的符文 然後追到 並且用的是 劍 劍槍 然後互 allied pon 然後用的是一個Berserker的項鍊 確實的部分是二死零 至死零 武器方面是权杖盾配上法杖 用的是一个牧师的项链 锤匙部分是05 30 35 大家看到战士 战士这边用的是一个美人组的一个符纹 武器方面是锤盾配上剑号角 用的是萨满的一个项链 锤匙部分是00 30 34 这边第二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 我们来看一下开场的一个战术布局 红队这边是由战士开架 然后蓝队这边则是没有任何人开架的一个状况 他们是打算要来全部冲对方点吗 目前盗贼是在这边放一个缺陋refuge而已 做一个隐形 那这样子 手架的战士就有危险了 这个火云大神的逆袭 那这个红队他们现在是注意到 对方加点跟重点都没有人 我想看火云大神的EV全部玩 快点快点四脚先给火云大神 他开出了他的所有招式 他用了一个大锤F1做晕眩 但是这边仍然是在前难逃 他是被暈住了 这边是就一个倒地状态 赶快杀他 哦 结果他是被队友给救火 对 这队友这个赶回来的那个游侠灵给救火了 这个 这个游侠其实他回来的时间点非常及时 因为其实第一波你那个开门 其实蛮容易失败的 会有那个bug 就是你如果动到的话就没救到 对 刚刚这个战士他虽然又死了一次 但是因为大灵刚好死掉 所以他是又被火了起来 但是大家已经决定一定要杀他了 可能是刚刚被他欺负的太惨 觉得心有不甘 这边是一定要把他杀到那个 搬过来 但是他刚刚一个Ready跳起来 因为对面的死灵是已经先被打死了 那他现在是在外围就是回复他的技能跟血量 他怎么怂啊 他怎么怂啊 怎么会这样的他怎么怂啊 他应该完全不顾一切的成功局啊 对啊 你是火云大神耶 开玩笑 这个盗贼知道打不过 现在是利用一个短工作位移哦 然后要来开摆终点 但是这个游侠非常及时的回到点上 所以这边终点是没办法被开到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盗贼是持续在对这个游侠的输出哦 不过这个TR也是有队友来帮忙了 所以这边重点是开不下来 他应该会选择做一个逃跑 那刚刚死灵也是趁机把这个对抗Jagon给开下来了 但是这个Quarrie这边则是已经 准备要被红队占领了 那幻术也是要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他补血是已经交掉了 但是他做了一个隐形 所以对方是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他就是现在要直接逃跑 那现在是有一个死灵在守着这个Waterfall 红队现在是在终点集结哦 并且这个战士是在这边追杀 刚刚那个幻术 用长弓持续对他这样的输出 这边跑不掉了哦 那这个蓝队现在是打算要 是坚守Waterfall 那我们至少有一点的分数 那其他的就再看看 那他们现在是放一个Shadow Refuge 有利用一个隐形要来做一个战术上的公司 但是对方好像有发现到他们用Shadow Refuge 哦 这个游侠是被抓到了 但是 那个灵游侠的抗压能力其实 比10年好 所以 这个 他是没有被一波秒掉了 这边仍然到底是在持续集火这个游侠哦 这个游侠是 快要 就倒地了哦 他的 灵游现在只剩下一只哦 因为大灵是还在CD当中 这边 最大问题是他们好像有断线 哦 TR现在是一个4v5的状况啊 就看 他们的盗贼断线 对 就看这个 火域凤凰能不能抓到这一波机会哦 但是火域这样的 刚才可以1v5哦 OK的哦 对啊他们 这边TR是在救这个游侠哦 看来是顺利的把这个游侠给救起来 刚刚没有人去插他 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仍然在终点做一个会战哦 并且盗贼雨 想要去偷Sky Quarry 但是被 战士发现了 并且 红队这边他们盗贼的事 对对 所以 也是过去了 那这个 被变成一只可爱的MOA 但是 集火 好像不太确实 这边让他跑掉了 所以现在终点 目前还是 没有打下来 并且蓝队也是 持续点员当中 而且刚刚那个盗贼 他一连回来 就直接把对方WATFORG 给开掉了 这样真的是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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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因为我不 我不 我不想批评他 那 你批评什么 没有啦 大家毕竟朋友一场 讲话不可以太恶毒 什么东西啊 我还是不懂 跟他讲什么 没有啦 这个 蓝队现在 警员三名 诶 不是三名 两名 这个战士现在残血在这个中间 便他们没有任何分数进账 盗贼是回家 要打算把他家里给开下来 就是这样才会有分数给进来 并且这个 指灵是在被盗贼追杀 就是一个实话定住 但是他开了他的那个解晕的招式哦 其实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 这场 这组对战 这场比 对战啊 最 这精华的时刻已经过了嘛 最爽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火鱼吗 就是火鱼啊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被各种妹子针对啊 对啊 你这辈子 在现实生活中 你没有 遇不到 整天你被五个妹子推 推到你啊 可是他们好像 可是他们好像 你知道 连续被妹子车 推了三次 真的非常开心哦 推到三次 但是他们的 那个 他们死灵好像是男生哦 这 嗯 好 OK的 有些话不能在实况上讲 合同不理 他这个盗贼是又放一个薛律数据过来 那他们是打算要往哪边 做进攻呢 就看到他们是绕了一波 走这个旁边哦 他们是打算要来rush肉的哦 他们 对 这边是已经在打门了 但是这个TR系也是进入他们家 要来打他们家肉的哦 就看 他们可不可以 率先把肉打死 哪个150分呢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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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来不及哦 我感觉 TR那边应该 比较强 因为 这个 火域凤王他们是有 Bunker战士 对 哦 这边TR拿下了这只肉的哦 是 直接来到 565分 是 获得了晋级 那我们的关系